頭條開獎最敢講您的心聲 我來講 大家晚安 我是陳彥瑩 今天的代課老師 好那在今天呢 因為玉琴姐有事休假 所以呢由我來代課 不過今天一開始 很多人在線上已經開始跟我問好了 是的 我們之前也有曾經預告過 大家今天呢 要持續的來開獎 第一次來口條開獎呢 當然就必須要帶給您一些最新的國際時事 以及目前在台灣 大家最想知道的議題 包括如果你有看到我們的縮圖 可能你也知道了 今天要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蔡英文總統在現在執政時期 當上黨主席之後 第一次在黨中央的記者序發言 就是因為知道自己真的已經快要 民調當中持續的在下滑 特別在年輕人的這一個區段當中 今天他講說要好好的來親黨 好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裡頭為什麼被人家說有非常多的派系糾葛 今天要好好的來聊一下 而另外呢今天也要來看到國際間有非常多的時候 又提到了台灣 特別是美國官員 我們現在發現了前後根本態度不一 本來講到台灣議題好像都是急先鋒 衝前頭要帶著台灣往前衝 但現在紛紛好像有點尾巴縮起來了 什麼樣的原因今天要帶您好好來分析 首先要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不演了新聞台主持人 朱凱翔 大家好 以及國家暨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立法友言洪孟凱 憲憲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靖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看到的是目前線上了 已經有1785位朋友 一起來跟我們來討論了 好我們現在好好來講什麼 要來講的是 到底美國官員 美國你們一開始 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後 告訴我們說 其實啊 台灣你也可以好好想一想 要如何在這一次的 美中關係當中 是不是要重新調整一下 調整什麼第一時間呢 大家都以為說 是不是要帶著我們往前衝啊 原因是因為好像美中之間一上任 就開始彼此在校正 可是千萬不要誤判 來今天告訴大家 一個新的名詞叫做什麼呢 叫做戰略模糊 好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時間點給他拉出來 4月27號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這個 國民黨的國會助理投書說 其實美方應該要維持戰略模糊 結果這麼一件事情 現在在5月4號 還真的 美方開始也這麼說了 因為呢 他講說這一位是 白宮印太事務的協調官 康貝爾 他其實在歐巴馬時代 是非常重要的 亞太助理副國務卿 好我們來講到說 他那個時候講什麼 他說 美國不會明確聲明 在中國大陸武力犯台的時候 保衛台灣 為什麼 來精準的看到這一句 他說因為這是最符合 美中兩國最佳利益的地方 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嗎 現在美中之間 確實有熱線 也用過了幾次 這句話是重點了 雙紅線給他畫上 但是就只是在空蕩蕩的房間裡頭 想了幾個小時 這句話的意思 不就是美中之間有熱線 但是這個熱線 只是電話在響 沒有人接 好 所以必須要維持戰略模糊 不能講得太清楚 有些事情 真的遠遠的看 距離美好最好 這個在這個房間裡面 這個熱線就是紅色電話 在那個地方想了幾個小時 那到底是誰打給誰 那由坎貝爾講出來來說的話 那相當明顯的 就是美國打給大陸 大陸不接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情勢就非常的危機 緊急電話 熱線電話 那麼管控危機的電話都不接 那已經到了非常的 臨戰的邊緣 這就是一個危險的時代 因此坎貝爾他在回應 有關於這個清晰戰略 跟模糊戰略 其實這個不是 國民黨的國會助理 他所創出來的 是在美國已經討論了 相當的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美國他到底 要選擇清晰戰略 這個所謂的清晰戰略是 對台的清晰戰略 還是要維持他現在的模糊戰略 對於美國來講 他們認為 時機到了應該要好好的 來談這個問題了 要攤牌了 要選擇清晰還是選擇模糊 選邊戰了 要選邊 那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就是維持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模糊戰略 模糊戰略也就是不表明態度 我會介入 那我也不表明態度 我不會介入 所以模模糊糊的模擬兩可 但是這個有缺點 這個有缺點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我先講另外一個 那它的對立面就是清晰戰略 那些清晰戰略如果一旦清晰了 那也就是說 美國對於台海之間如果發生戰事 那美國如果他今天說 我採用清晰戰略 它只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就是我介入 我一定出兵介入 這就是清晰戰略 我絕對會介入 那如果說美國在還沒有發生危機之前 它已經通告全世界 說台海如果一旦發生武裝衝突 也就是非和平手段的方法 來要進行了這種統一 我美國絕對會軍事力量介入 這樣的情形 您想想看這叫做直接介入了嗎 那介入的時候他就必須 在之前的話 他必須要跟台灣簽訂 軍事同盟條約 一定要跟台灣簽軍事同盟條約 這個道理很明白 他就必須要承認中華民國 一旦承認中華民國 他一定 中國大陸一定會跟他斷交 那也就是完全脫鉤了 那完全脫鉤了 美國跟中國大陸斷交了 完全脫鉤 然後美國跟中華民國建交了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中國大陸絕對會打台灣 美國也很清楚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 大陸一定會打 因為美國的這個力量 在整個東海地區 在西太平洋這個地區 美國的力量 他很難跟中國大陸交戰 那如果這個戰爭擴大到日本 到菲律賓 甚至到大陸的本土的時候 大陸也絕對會攻擊美國的本土 菲律賓跟日本的本土 那周邊地區都捲入這個戰火 這個不敢想像 所以基辛吉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是世界末日 而且是很短的時間內 就爆發 就完成了世界末日的 一個時代的來臨 這就是基辛吉 這麼擔憂的一件事情 好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直接宣布 我清晰戰略的話 民進黨當然會歡心鼓舞 台獨的開心倒不行 但是在這個時候大陸 絕對一定要準備動手了 好 那問題就在於美國的國內 美國的國內 美國的共和黨的態度一定是 我沒有要你走這麼一大步 我只要你抗中 但是我沒有要你走到攤牌 我在位子的時候 我川普瘋狂到極致 我龐貝奧已經到 無理性的狀態的時候 我也不敢走到這一步 我沒有要你走到這一步 所以反對黨一定會起來 攻擊執政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美國的年輕人說 我沒有要當炮灰 你不能夠跟我撐兵 你只能用募兵的 好不容易從阿富汗回來了 對 你只能用募兵 你不能給我恢復真兵制 那這樣的情形 它國內的一套的反對力量 還有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 那五百大企業的 美國的大企業 他們的股票全部崩盤 房地產全部崩盤 華爾街全部崩盤 這個時候坦白說 美國的企業 怎麼可能會支持你 民主黨政府做這件事呢 因此他就不敢宣布 說我要介入 好 那親戚戰略的第二個選項 就是不介入 那如果民主黨宣布說 我不介入這個戰爭 哇 那慘了 為什麼 台灣的股市崩盤 房地產崩盤 民進黨趴在地上 然後哭得一塌糊塗 這是台灣的內部 有錢人開始溜了 開始跑了 然後這是台灣內部的發生情況 美國呢 美國共和黨就藉著機會說 你怎麼這麼沒走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執政黨 你一點正義感都沒有 你怎麼可以拋棄台灣 哇 那你想想看 美國的這個共和黨 給他一個子彈了 所以親戚戰略介入也不對 不介入也不對 那你想對美國來講 他當然維持現狀 這個現狀就是模糊 模模糊糊 我不說我介入 我也不說我不會介入 但是問題是在於 基辛吉跟美國很多的高階的 這些戰略學家 他一直在提醒美國 軍人 我是軍人出身 軍人 你一定要給我明確的指示 你不能給我模糊的指示 給我裁量權很大 因為軍人他 他只有在戰略的時候 給我裁量權 但是做政治決斷 不要給我裁量權 因為我軍人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政治決斷 所以你今天如果沒給這些軍人 也就是印太司令部的第一線的指揮官 第七艦隊的指揮官 一個明確的政治指令 說你介入或是不介入 而是說你自己考慮 你自己看 你自己琢磨 你自己判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想想看 這些將領他可能會面對一個 不可測的情況 而台海之間 假設兩邊的軍機或是軍艦 發生了摩擦 然後第七艦隊剛好經過 然後就直接捲入戰爭 那這是政治決斷了 所以對於模糊戰略來講 對於美國的軍人 他根本不想要這樣 他一定要給我明確的指示 說我可以開槍還是不能開槍 那問題就在於 如果繼續模糊戰略的話 那也就是說 這個變成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這就是符合 經濟學人雜誌的判斷說 這是地球表面最危險的地方 也符合基辛吉他的判斷 說目前來講 世界進入危險的階段 美國你要確定 你到底是要跟中國幹架 還是不跟中國幹架 但是如果就基辛吉的立場來講 是不可以幹架的 是 其實在拜登上任之後 為什麼大家講說中美關係 大家都想知道 一個新的總統上來 到底你的政策 你的決斷 跟先前的政府有什麼不一樣 拜登在講呢 他會在恢復美國原有的 在國際間的這麼樣一個角色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在意了 可是你還記得嗎 布林肯呢 當時 也就是他們的這個 美國國務卿 在跟大陸這邊 進行第一次的中美對話的時候 態度其實是蠻堅決的 好像也講得都很直接 可是呢 他在前幾天 最新的一個談話是 美國將會一直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因為他提到什麼 他說中美雙方在多個領域 是有明顯的共同利益的 然後這句話又再講一次了 我們彼此之間呢 是有對抗 但是我們競爭也同時合作 希望大家通過對話來減少誤會 然後最重要的來了 他說美國會很好且有效的控管台灣 確保承諾台灣保有自我防衛的方法 他講這個什麼就是所謂的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只維持 只讓我們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 但是到底真正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美國會怎麼做 就像剛賴教授講的一樣 其實呢 他們一直保持一個模糊的空間 話沒有說死 可是問題是你要知道 其實中美之間 所謂的這個中一中各表 當年還是中華民國的時候 也曾經美國有過戰略清除 而那個時候呢 是台美共同防禦條約 但是並不是戰略清除 就都沒有事情 我們要請教凱翔 現在他把話講得很直接 說美國會一直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跟先前台美關係前所未有的 肩若磐石 好像就有點抵觸了 我覺得不算抵觸 我覺得某種程度 我非常贊成賴教授 因為賴教授一直是我 國際政治的導師之一 我覺得其實講這番話 你其實是跟中國大陸喊話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說 這一段時間 美國的包括政治人物 像是布林肯 包括像是拜登總統 他似乎都在處理內部的問題 怎麼講來說 過去為什麼會討論戰略清晰 跟戰略模糊 不光是當然不是什麼 國民黨助理投書 這沒這麼重要 而是過去其實在這個前一陣子 很多外電都不斷地有那種聲浪 就是要美國走戰略清晰的政策 然後他們的說法無論 就無非就是說什麼 你看一九五零年代 就是因為美國在那邊 好像只想保日本 不想保韓國 所以才給了這個北韓 跟這個中共 給毛澤東誤判 讓他們覺得說韓國這個朝鮮半島 美國是不熟的 所以他才會這樣大膽冒進 通過三十八度線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很多外電都在寫 然後很多的所謂智庫 或是說什麼前前政治人物 然後都在講這番話 所以我覺得這番話 現在重新開始出來 把這個所謂戰略模糊 講得很清楚 與其說是要跟臺灣講 跟中國大會講 我覺得更像是在國內 要告訴某些人別搞了 別在那邊搞這些有的沒的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很多事情是 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看的 比如說像我最近 一直都很有興趣的 然後一直覺得非常 非常值得拿出來討論 在經濟層面 他說他希望說在這個未來 在疫情過後 要投入數兆美元 找回我們失去了中產階級 跟這個勞工失去了工作 然後講什麼 這個我們太陽能電動車 太陽能葉片 為什麼在北京做 為什麼不能在美國做 這件事情就是完全不合理 哪裡不合理 第一個你現在聽到拜登這些說辭 感覺像是川普講的 更像是什麼 更像是當年美國的汽車工業 被日本跟德國打趴的時候一樣 美國人把當時怎麼對日本講那番話 現在全部拿來對中國講 但是美國後來花多少錢去補助 去保護他自己的底特律 什麼這些汽車工業 終究他們有打贏日本跟德國的車市嗎 不可能啊沒有辦法 這是因為企業會尋求他最佳分配 他的成本跟資源的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途徑 而不是美國終究是這個市場經濟 他不是計畫經濟 你在怎麼補助 難道你要就是把硬是要用什麼 這個國家資源去把他們全部拉回來嗎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拜登講這番話 你覺得他真心相信這個 還是他在呼應 其實川普算輸 但他票很高 這個美國在國內極右派 右派勢力還是很高漲 所以他還要處理這些問題 第二個民主黨本身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這些企業工作 大規模的流向海外 民主黨要負很大責任 民主黨的精英就是全球化的信徒 所以他一來他講這些話 你會覺得說這好像不是一個民主黨的總統 或是不是拜登過去的政治軌跡 該講出來的話 再加上這番話 我都覺得他應該被放在同一個脈絡之下看 就是他不是現在 現在要對中國喊話 對誰喊話 對臺灣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他其實還有內部很多 不同的聲音在整合的階段 要告訴你們什麼事情應該怎麼樣 哪些人必須要按捺 所以我覺得現在談這些事情很多都 就好像是我們你知道 我們一天到晚在操那些還不知道 為什麼要操這些新 然後我想補充一下 你們今天沒講到 我前一天看到幾個新聞 就是美國那個副部長 那個凱瑟琳希克斯女士 他其實也接受訪問的時候被問起說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中美怎麼樣 很緊張會不會打仗 其實他就有講 他不認為中美會真的開戰 他不覺得說非開戰不可 但是他覺得很危險 是危險在什麼地方 就是現在大家太接近了 大家太靠近了 你的飛機沒事過來一下 你的船艦沒事過來一下 大家非常接近 所以他不認為說中美開戰是勢在必行 而且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 大家都太靠近了 所以他們真正要勝防的是擦槍走火 就跟這個印太事務協調官講的 這個意思有點類似 那我就覺得你再回到布林肯的說法 就講說他控管臺灣 那臺灣不要對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真的腦衝血到一個程度了 整天在喊什麼 臺美要建交 不是不可能 又來講說什麼 這個美國要怎麼樣怎麼樣 幫助臺灣要怎麼樣開戰 整天在討論什麼 什麼遼寧號戰力 山東號戰力 關你屁事 人家就沒有打 然後你在那邊腦衝血過頭了 在這個很接近的區域當中 不只有美國 不只有中國 還有臺灣 人家是很怕你 人家是很怕你 就像黑道談判 兩個老大談判 旁邊插嘴的那個小弟 通常都是被老大先修理的那個 臺灣不要當這種角色 好我們剛剛講到說 最近真的是在臺灣新聞版面上頭 很容易被拿來討論 到底誰在討論這些事情 我們也很想知道 原因是因為 來看到這一位 這位是前美國國防官員 他叫包士可 好這位官員呢 他是小布希時期的 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科的科長 他今天有講話 他講什麼 他講說呢 最近美國很多現任的官員 或者是前任的高階長官 都有講過包括誰 包括你一定也看到新聞了 前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 又或者是退役的海軍上將 大家都覺得戰略模糊 太危險了 其實就像剛剛賴老師講的 這兩個其實都是軍方的人 那他們就很想知道說 你講清楚 你到底要我們怎麼做 所以呢 這位前國防官員就講 他也認為 美國是應該要清楚的來宣示 大陸如果無力犯台的話 美國到底有沒有要出兵 他認為美國應該講清楚 我們一定會出兵 捍衛台灣 而且呢 他還給你一個邏輯 你知道嗎 他說你看喔 中國大陸每一次都在警告台灣 獨立等於戰爭 那美國就應該要逆向操作 我們直接跟北京宣示 戰爭就等於獨立 請教張靖老師 這樣子的一個手法 跟這樣子的一個戰略思考 到底存的是什麼心呢 我認為所有天下的事情 都是我們靠著牆 這個腰就不會摔 也就是在野黨 這個你今天沒有真正在講實權的時候 你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所以所有的在野黨 都一直在那邊逼著現在的執政黨 說一定要戰略齊齊 一定要把話講清楚 但是呢 依有真正的權力 要負擔起真正 所有人的生死的時候 我說這萬萬不行 我們一定要保留一些玄迴的空間 在美國對外的政治事務上之中 他在簽訂任何條約之中 有一個基本指導的原則 叫做彈性與模糊原則 也就是絕對不將話講死 我們都以為說是美日安保條約 好像美國對於日本做得信誓旦旦 說萬一日本現在所治理之地 然後我們一定會如何如何去力挺它 不對 你真正去看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 這講說 對於日本現在所治理的領土實施攻擊 將視同對美國採取攻擊 因此雙方一致同意 將依據各自的憲法程序 採取適當的行動 假如你再去看看 北約的北大西洋公約也是一樣 大家只承諾依據各自會員國的 憲法遵循的既定的程序 採取適當的回應行動 所以到底要不要出兵 其實話都沒有想死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無論任何在野的人士 講得是非常非常的慷慨的激昂 或者說你一定要把話講清楚 各位話講清楚就是把支票開出來 支票開出來沒有辦法兌現 那會更為羞恥 但是我覺得剛才這個美國 現在的國安部副部長講那個話 那是外韓話 我認為他還是沒有完全進入狀況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 雖然在高層的這種直接的通聯 可能會有這個叫做已讀不回 或者鈴聲響半天沒人接 但那個不是真正所謂的熱線電話 熱線電話是有一組人24小時 專門在那邊看 而且它不是那個紅色的電話 紅色的電話是好萊塢電影用的 它事實上是用一個 拉丁文的電傳打字機 這個電傳的打字機 符有圖像的系統 而且它真正通聯的術語 都是為了使雙方能夠在平等地位上 所以不是用英文也不是用中文 全部都使用拉丁文 而且裡頭專門就是 這個怕產生核彈之間互射的這種誤判 所以真正的熱線要老命 因為防止核彈的熱線 跟高層相互通聯的這些所謂 因為熱線是一個用爛的名詞 所以這種高層的通聯 有時候是不太一樣 最後我也必須要提醒 美國跟這個解放軍 美軍跟解放軍之間 有相互重大演習通報機制 而且有海上跟空中 所謂這個未預期 未預期接觸相互行為準則 所以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雖然看這個解放軍的 共軍的飛機戰機跟艦船 以及美軍的戰機跟艦船 相當的接近 看起來扣人輕弦 而且緊張萬分 但是他們就是在舞台上的演員 大家都知道怎麼走位 你走這邊 你如何如何 大家都不會搞到真正插槍走火 除非真正是弄得不好 每年大家還雙戶要將航機 以及各種通聯的記錄拿出來來對 而我們傻乎乎在底下 然後看到一張衛星照片 就被一堆名嘴 以及一大堆網路的軍迷 東解釋西解釋弄的情緒為之起伏 我要特別再提醒 大國之間去處置 做了很多相互通報 以及防險的規定 所以我們在旁邊看的 就是我們觀眾 其實也不要被他騙得團團轉 這是我要特別要提醒 所有觀眾的朋友 要大家能夠冷靜 放心 是 吃美粉 別人在旁邊看 不要發生 不然真的是 人家都知道 要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 但是台灣你知道 什麼是最符合您的利益嗎